这是前段时间 离东方面给我发的一份 酒店项目策划方案 这段时间呢 我好好研究了一下 觉得这个方案 有很多的可能性 所以拿过来让你看一下 这个项目的地点呢 设在鹿岛 一年前黎世集团在鹿岛 拿下了一块商业用地 准备开发成 及旅游度假 为一体化的高端酒店项目 只是目前在资金上 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他特意跑过来找我 想跟我们集团 一起合作共同开发 您看一下 他这个项目啊 我多少听了一些传闻 这件事情 远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哪 那块地上原本有两个村子 一个村子已经安置完毕 但是 另外一个村子中 很多村民都不同意 当初他们签订的腾退条件 闹得很厉害 他们什么时候能够解决 还是个大问题啊 更何况 极家大的开发公司 都不敢动这个项目 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做这个出头鸟 更何况 高端级的管理经验 我们也没有过 正因为没有经验 李东方面可以全权负责 酒店的管理和运营 我们只要单纯地投资就好了 而且我觉得 这次是我们欧视集团 进入这个领域最好的契机 他们提出的条件是什么 金雅院的一栋商业房和两亿资金 是 目前集团 开展项目众多 我为什么要拿出那么多的资金去帮她 尤其是在她和你姐解除婚约之后 欧里两家 已经没有任何合作的必要 爸 就算我们两家最终不能走在一起 可我们毕竟也是世交啊 而且我跟李东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 现在她的公司出了一些问题 我帮她一把怎么了 是吧 百分之五十 什么 欧视集团要占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而且要单独成立公司运作项目 欧视这边董事会席位要占多数 欧视如果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她是不会来求你的 她已经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咯 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这也太过分了 两个亿 虽然不是什么太大的数目 但是你要知道 投资酒店的成本 回收和盈利 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 我们集团做的是化妆品 服饰这类成本 回笼相对迅速地快销品 就算是做地产项目 也只专注在商业地产上 南连的楼 我为什么迟迟不封顶啊 我就是在等路道的地铁开通 到时候地价至少要增长百分之三十 我现在给她一栋楼 我会损失多少利润 我要考虑股东们的权益 立东提出的条件和许诺的回报 一定是掺了水分 她会给自己留后手 咱们只要把他们逼上绝技 才能争取到最大的利润 可我还是觉得 怎么 我说的不对吗 嗯 可我还是觉得 这么做有点太不尽人情了 过来儿子 你什么时候才能做到 不把个人感情惨杂到生意里来 生意就是生意 不是做词事 人情 能换来大利润 等有一天 你到了山穷水晶的地步 你还能收到这一份的人情吗 做梦 这是你爸爸我经历过来的 一辈子经历过来的 你懂吗 你懂吗 谁敢 谁 这就是生意 那你家人一会儿 你已经想到那里了 你不想到那里了 你不想到那里了 你很想到那里了 你怎么会来的 你怎么会去哪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